三七年左右 這一家人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 準備重工車站過馬路 一男一女走在前面 後面緊跟著的是男子的母親 手中還抱著一個一歲多的孩子 沒想到下一秒可怕螢幕發生了 突然看到小照車直奔而來 老奶奶年紀大又抱著孫子 根本來不及跑 在一陣高速撞擊之下 老人家遭到撞飛 孩子則是眾帥在地 而這名駕駛撞了人 竟然還敢肇事逃逸 目前兩人身受重傷 在醫院搶救治療當中 同樣飛來橫獲的 還有在廣東這名男子 後面右下方 一名男子發動機車準備離開 沒想到下一秒 一輛小照車迎面撞擊 一瞬間像爆炸一般 煙消四起冒起熊熊火光 摩托車男當場慘遭碾斃 放下來了 給膠角放下來了 而在黑龍江 這名交警身體 整個插進轎車 卡在擋紅布堤上動也不動 似乎已經沒了氣息 他原本正在進行 夜間路邊零件 卻被車子撞飛將近30公尺 他是給人衝飛了嗎 加油了完了之後 他就聽到啪的一聲 落在咱們車上了嗎 肇事駕駛全身久未 還試圖肇事逃逸 最後人被帶回警局拘留 而趙仲嚴禁則搶救無效 殉職身亡 力也唏噓 這叫撐撐不到